第十七屆縣議員第三十次臨時會在今日上午順利劃下句點 議長何勝峰在閉幕池中感謝議員長期對於縣政發展 憲民扶持的監督 議長也呼籲縣府相關單位 在各項縣政發展及民眾權益上要能苦民說苦 將心比心 使縣政能夠持續蓬勃發展 事件都可以大家進散進來的境界 而針對今年未完成的各項建設與民眾需求 議長也特別呼籲 想完單位在以臨四年度要確切完成 勿辜負民眾的期待 現在應該要有很多不做的 甚至有你們政府政府不公約性 沒關係不公約性我們不要做 本來做這個就是要公約性 要對民眾在溝通和平民的我們來做 不公約性你們不公約性 你們退後回來不做 但是今年不做的 我們應該要幫我們補得夠 各位議員 因為你人家不做 沒關係我們換旁邊 我們是同意先來我們這裡做 議會第十七屆議員 在今日完美達成議員任務 也期待未來議會能夠持續 為民眾扶植把關 監督憲政 使南投縣邁向更美好的生活品質 民進新聞楊志凱議會採訪報導